年开始包括了导演柯一正还有代理人他们发起了这个反核活动之后呢 像是代理人的女朋友就桂伦美是立刻呢马上来力挺了 在网络上是po出了反核的照片 而在这27号的代言活动上 桂伦美她也是一样来声援反核 号装民众呢是来多多关心一下核电的议题 而另外呢包括了SHE的Ella 她不只是参与了这关切核电的联署 甚至呢也是来公开表态呢她一定会力挺到底 白色连绳洋装现身气质美女桂伦美出席代言活动 却离不开反核议题 对于家园有任何有危险可能的东西都尽量希望能够排除 那希望所有的民众能够多关心一下这个家园吧 鼓励大家多关心 可惜自己已经有出国行程 桂伦美无法参加309反核游戏 这早就用实际行动力挺 参与男友代理人发起的 我是人我反核的活动 去年7月贵人们在网络上PO出这张照片 她背面入境 站在合一场入口前 摆出人的姿势 上百人真相转贴 马上引发网友讨论 反核立场艺人纷纷表态 SHE的Ella也大方公开 已经加入民间联盟的关切核电联署 发展电力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不要会比较好啊 不必会敏感话题 艺人们用自己的力量 号召粉丝 关心反核议题 天赛新闻 陈宇军科华民 刘嘉宣台北报道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